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6号星期一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最近发现在一个问题上 菲律宾人和中国人碰到之后 反差非常的大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交朋友的事 我说的交朋友不是男女交朋友 就是正常生活中大家成为朋友的事 差别大在哪呢 这样的 我每天都会 接到几个朋友 加微信好友的申请 这样之后呢 大家其实都是来咨询 或者问询一些菲律宾相关事情的 我就发现有些人啊 张嘴就来说 哎呀胖哥我想结识你啊 跟你交个朋友 然后呢就开始对我发问 这个问题啊 说实话我觉得蛮过界的 比如说什么呢 上来就问说胖哥 你多大了 这个你父母还健在吗 这个你父母在哪呢 你每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你干什么的呀 你有媳妇吗 你媳妇是菲律宾人吗 多大呀 有孩子吗 几个呀 这是放中国养呢 还是放菲律宾养呢 等等吧 类似这样的问题 也说实话 我你刚开始家 我跟你也不认识 你问这么过界的 或者说探 探寻人家隐私的问题啊 其实我是蛮介意的啊 我是蛮介意的 所以一般像这种情况呢 我都就直接就不回了啊 直接就不回了 毕竟你不是来做 迪巴斯人口普查的 我回你这个干嘛呀 对吧 但如果这种事呢 放在菲律宾人身上呢 他们就很少会这么直接问啊 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 个人隐私上啊 更尊重一些啊 我至少感觉上是这样的 比如说以前我的司机 然后呢 可能认识了有一段时间啊 我们一块带团 在路上 有的时候客人聊天 客人睡觉了 我就跟司机偶尔也聊会儿 但是我们聊呢 就是聊什么呀 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 聊这个中非的异域风情 对吧 人文 你那吃什么 我这吃什么 身边的这个乐子事 对吧 就聊这些东西 等大家聊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都觉得对方啊 值得交往 或者说 大家这个价值观啊 都差不多 就想进一步 作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了 这时候呢 人家菲律宾人呢 也不是直接上来 就这么问 干嘛呀 人家利用人家孩子 过party的这个 生日party的这个机会啊 就请我到他们家了 干嘛呀 就是介绍介绍 他们的家人呀 任任家门啊 什么的 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也是我好朋友 随时来都可以 对吧 然后呢 当场介绍 你看这是我大儿子 这是我二闺女 这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 这个拍到六 当然了 很快就不是最小的了 只是他媳妇这肚子 那个小七 马上就生出来了 这是我爸 这是我爸的情人 这个是我们的邻居 你看这是我养的那条松狮 站起来叫两声 这时候会向你 先介绍他的家人 然后再问你 哎三 你有几个孩子呀 在哪生活呢 对吧 然后呢 跟你在车车家常什么的 这时候才开始聊这些东西 您什么都没有呢 上来您就 卧槽 我说你干嘛呢 对吧 你亏太人隐私 好玩吗 对吧 你是过得瘾了 我是挺别扭的啊 你又真的 你不是搞这第八四成 个普查的 所以说呀 我觉得这一点上 费里边人跟咱中国人 还是 大部分中国人吧 我碰见的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 我能碰到一部 一小部分中国人 还是蛮尊重 人家隐私的啊 还是蛮尊重隐私的 人家 不会上来这么直接问 都是 结交都差不多了 人家 才开始聊了呀 胖哥 等什么一块吃饭 你要结婚了 就带上那个嫂子 一块来什么的 对吧 这时候我觉得是 时机啊 什么都差不多了 能聊 说到这个结交这事吧 我突然想起来啊 咱中国有句诗 有首诗哈 怎么讲的呀 叫 世间黄金啊 不 叫世间结交啊 虚黄金 黄金不多 交不深 纵令 然诺 咱相许 终始悠悠 行路心 这个 也是咱们中国人 互相结交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说 除了说这个 真的说咱感情不错之外 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 就是交朋友 也都是基于这个 经济的基础上 对吧 钱化到位了 朋友呢 自然也就交到 这个钱交不到 没到位的时候啊 大多数也 慢慢的就成陌生人了 这个我倒是深有体会 因为之前啊 很多时候 就是说几年前 因为家务的人很多嘛 很多人一开始家的时候 张嘴就是 胖哥哥们兄弟 老兄老弟什么的都有 但实际上到后来 还有几个人寒逆啊 当初这些寒逆的人 然后呢 你打开这个微信 发个信息 大多数 你看到的消息都是 你不是对方的好友 请宣言验证 对吧 得了 这就是聊着民闲板 明我们再继续 扯淡菲律宾的事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